很可惜我們台灣沒能參加亞洲杯 不過中華男族過去是帶給我們一場又一場的感動 來看到是精神領袖陳伯良 曾經是球隊史上最年輕的隊長 但他至今已經效力國家隊超過八個年頭 對 所以針對台灣足球的未來 陳伯良覺得要多元的發展 年輕小將則是要積極的行動 想辦法要從旅外球員的身上 學到球技還有正確的心態 2014年11月在台北的東亞杯資格賽 地主中華隊沒有留下任何勝利 身為正宗精神領袖 陳伯良肯定絕對表現 過程比結果來得重要 有些球員他們國際賽今天太少 導致慢了 因為你們不覺得我們一場打得比一場還好 我記得好像每次國際賽都說 可惜了可惜了就差那麼一點 每次都是這樣 我恭喜你們而每次都贏了 為什麼不可以換成這一句話 中華男族世界排名2014年 跌落到史上新低 效力國家隊超過8年的台灣一哥 建議球員一定要勇敢走出去 台灣聯賽如果是一直都是這樣的水平的話 對國家隊的戰力一定會有影響 不會挺身這樣子 會挺人在原地 足球是一個團體的嘛 你這些規劃球員人有幾個 他們也不可能踢中華隊踢一輩子吧 對啊 然後你年輕的球員肯定會一直上來嘛 當你年輕球員也不行的時候 這樣子中華隊的水平又開始在下降了 對啊 但是我覺得對現在短期應該是還不錯 然後也可以讓台灣的球員看到 這些球員是可以學習一些 職業球員的東西吧 一個陳柏良不會讓足球沙漠變成綠洲 但是他的勇氣讓沙漠降下甘領 不光是浪漫也孕育出新的神蹟 出球家隊員就是不可分隔的一部分 能踢的話就一直在大圓上去踢 踢到不行以後我才會再回來 所以我才很想要再為台灣足球做一點事情 去看看 川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